Hello 大家好 我是浩哥 最近有个顾客买了我的净水器之后 他有一个疑问 他说我们的净水器怎么就是会漏水 怎么漏法呢 是在哪里漏呢 在这里漏 可能你们大家买的时候可能也会看到 就在这里漏 正常的水是从这里漏下来的 出下来 但是呢他除了这条补水管出水之外 还有这个地方在这里漏出来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净水阀为什么会在这个孔 在这个后面它的背面 从这里漏水出来 相当于这个也是这样子 这个也会从这里漏下来 那是什么原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他说是坏了会漏水 他说我们买新的产品 怎么这里还会会滴水下来 那么讲一讲 我们来先试一下 我们先上水 试一下他是怎么漏法 我们接上这个水管 就是四分崖的水管 好我们开启 对不对 这里 这条补水管漏出水 包括下面这个也出水 但是呢 看到没有 这背面 这里 这里为什么会漏水呢 对不对 看到没有 这里也漏水是吧 那我们再试一下别的 试下别的啊 看一下另外一款 是不是所有的侧进水阀都是这样子 这就这就做侧进水阀 侧面进水的 有一些是在底部进水 就是爽 爽管在底部的 就是就做底进水 这种是侧进水 大家买东西 买这个配件的时候 要注意啊 这个进水口不一样 好 我们再烤打开 有没有看到 这里也是一样会漏 这里也是一样会漏 看到没 好 我们再关掉 再试一下这其他两个 都是这样子吗 好 来 这个是影墙水箱的进水花 在这里 在这里 对不对 看到没有 好 我们再试一下 它能止水不停了 它这个浮筒上浮了之后 它就会停 停水 好 好 那我们再试最后一个 这个也是会的 注意看 放低一点 好 放低一点 我们再研究一下 是不是 在这里已经会在滴水 对不对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啊 这里滴水就在滴在哪里呢 那个水是就漏在哪里 在这个浮筒上面 在这个浮筒上面 为什么要滴在这里呢 我们先研究一下它的原理啊 我们研究一下它那个进水罚的原理 进水罚是通过利用水的浮力 在这个水箱里面 就进水之后呢 水箱的水位就慢慢的长高 长高 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它就会拖起这个进水罚的这个浮筒 拖起来之后呢 这个压杆就跟着会 会动 会把住这个这里面的那个垫片压住 一压住 它就止水了 就是停水了 那么它这个水 这个水滴下来 它是滴在这个浮筒上面 它是等于增加这个浮筒的一个重量 使这个浮筒不容易 就是会慢一点上浮 如果里面没有水 是不是水会长高了之后呢 它会很快的就就就就上浮上来 那如果是这里面有水的话 它就会慢一点 就慢一点上来啊 它就是给这个滴水 这边流的水 其实就是给这个浮筒配重的 配重 就是水水量配重啊 更不是责量问题 所有几乎啊 几乎所有这种测进水罚 包括底部进水的 底部进水的就是普通马桶进水罚 基本也都是这个差不多这个原理 就算它会滴水也是正常的啊 我教你们看 如果是不正常是什么情况呢 不正常是上浮之后呢 上浮之后 普通上浮之后 它还不会停 那肯定是有问题 只有我们检查一下 只有检查一下 这个滴水不管它 不管它 只有是进水罚上浮的时候 水满上浮之后 它能停看到没有 水满它停了 它不再滴水了 不再出水了 那么这个进水罚就是正常的 是是没问题的啊 所以呢 我这个也是录制视频 也是告诉大家啊 打修这个顾虑 好不好 嗯 然后放下来 它是浮筒掉下来 排水之后呢 它的水位就下降了嘛 排水掉下来之后呢 水位就降下来 它就会自动上水 啊 水满之后 它能自动停 对 这样就OK了 没问题 好吧 没问题啊 希望大家能学到一些知识啊 以后就是有问题的 可以来向我提问啊 需要推荐的都可以来中啊 好 这期就到此啊 这期视频就会来中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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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